今天就看起来要吃网红奇葩泡泡汤啊 这花花绿绿的 一口吃完 这吃泡泡汤的拿泡泡汤来复养 一吃完没都说它是泡泡汤 哇 很难点 吃两个没脸就行了 嗯 这里面有扎身呢 这不泡泡汤出来了 和这扎心泡泡泡泡汤 赶紧下一个 这个可是我儿时的回忆啊 哇 清爽的西瓜味 跟我一样吃过它的 胶主手机里西瓜的表情方法 一般咱都先吃果肉 耶 再吃泡泡汤 还是少吃过那个味儿 嗯 继续下一个 这个泡泡汤有点草莓味儿了吧 那你这颜色就不简单 嗯 嗯 这咸咸咸咸也没变色 我只要下一个 哈哈哈哈 这个我可熟悉 棉花糖泡泡汤 有灰嘴 嗯 我来个这个 酸甜粉泡泡汤 一刻就好 太酸了 这不是那个 那个 那个叫啥啊 我 汗味瓜味儿 你全部都得 三 三 饱养西瓜泡泡汤 经常可真是 费三方子的一天 下一个 牙膏泡泡汤 吃一个就行了 只要能吃泡泡 吃不吃 看来吃不了泡泡啊 耶 你竟然这么蓝呢 蓝没味儿啊 姐妹们看看我今天能炫 多少加薪的食物 嗯 哈喽姐妹们 我是你们的惠子姐姐 没见挑战一顿只吃一口夹心的食物 一口 吃不完可都是我的了 姐妹们这个夹心饼干看着就好吃 嗯 果然草莓味儿都没让我失望 咱们再来炫一个我最爱的 头头脑脑 这个可是在经典版好利物派基础上增加了燕麦呢 吃起来有一股燕麦的唇香 捏一捏软蓬蓬三层口感 平时会在工作忙肚子饿了 吃上小小的一个派就很满足 而且好吃低负担 下午肠拿来解解馋 都怪我这嘴 这好吃的居然一口秒不掉 就给你留一口吧 这个夹心大妈话有点挑战呀 姐妹们 那你别挑战 这也塞不下呀 有了 这不就塞下了吗 脆脆的还有奶香味呢 好吃好吃 夹心海苔 这不是小意思 这花生夹心夹上这个海苔味 真是太美妙了 这个夹心软糖也太可爱了 哇 真的还在爆浆夹心呢 这夹心软糖好吃是好吃 这有点粘牙 夹心棉花糖长得跟小葡萄似的 这个葡萄味的夹心棉花糖好吃 不过就是更粘牙了 粘牙就别吃了 不要别不粘牙不粘牙 牛奶夹心巧克力好精致 姐妹们 这个牛奶夹心巧克力脆香脆香的 这个脆皮难免夹心看着就好吃 叫我玩了 今天挑战一顿只吃 老样子还是一口 看到这啥没 网红麻酱将让我吃一口 一口就一口 再来这个麻酱糕点 闻着一股糯米的味道 塞不下还塞 既然是绿豆糕的味 那就再来一个麻酱软糖吧 这一口秋秋松松 就显你嘴大了 多黄的麻酱果冻 没一点点子 不让给我留一个 麻酱巧克力 我太难了 我太难了想吃点 人生就是如此的 如此的吃这个 麻酱糯米籽 嗯 好了 就一口机会 这是麻酱棒棒糖 你要觉得它不是也行 我就不应该产生自我怀疑 这个应该是个麻酱 草原 看看啥事的 哇 我一眼是一只麻酱啊 爆香麻酱蛋糕来了 还可真中 最后一个麻酱辣平糖 哎 哎 干脏爆了 今天挑战一顿只吃一口 两口棒棒糖 哇塞 直接给我整了个巨型棒棒糖啊 比我头都大 一口的话 我就先从这个 最好入口的跳跳雪糕棒棒糖 这一口不撒撒水 嗯 这挑战你也没在嘴里跳跃啊 继续再来个口哨棒棒糖 是不会真能吹口哨的 真实的 我先给你演奏一句 热 是哪个 啊 就剩一个糖了 好 一口了 这个椰子灰冰淇淋棒棒糖 看起来不错 嗯 真是椰子味的 又忘了你一口了吧 啊 啊 啊 你们觉得这个便便 颜值高的扣一 这个便便 颜值高的扣二 哦 你保护了我的嘴啊 两口 再一个吧 我好像能吃两口 下一个吃它 这个个胭脂肛 蓝色水晶 深糊棒棒糖 哎 这得这么扎嘴呢 我现在来小鱼 拿了个豆 你这个土锤 肯定不知道这叫啥吧 谁说我不知道的 这叫吃不完的棒棒糖 你好像比我想象的 要聪明一点 哈哈哈哈 哎 一口了 吃这个雪糕棒棒糖 这精容剔透了 不会追着冰块做的吧 嗯 这不冰嘴啊 那我再帮你试试温度 你还忘了一口啊 最后一个也是最后一口 你肯定吃不完 我好像的确吃不完 好吃得吃也得尝一口味 嗯 噓 噓 一天挑战 一天只吃三个骨格 在电气的糖果 我要这挑战成功 你们就交出手机里 第三个表情包吧 先来点早上的手电气 这个早上起来 不得先微波炉 加入一个早餐 呜呜 先是个大鸡翅 再是一排大薯条 再来个三个玉树丝 最后大青菜 解解腻 这早上出门前 不得先把衣服给洗上 真的会赚啊 里面真的还放的有衣服 这不会还能吃吧 模样菜 看来是我想多了 趁她洗着衣服 吃一个她里面自带的跳跳糖 哇 在我的嘴里 跳跃 早上最后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拿着我的车钥匙 出门上班 就就就 里门里门 要啥声音有啥声音 合成小糖果在这儿呢 你们家车钥匙 有我这功能吗 苹果味和橘子味混合双打 中午必须丰盛点 先来上咱的电话手表 打打一个中午休息时间 呦呦 真的还是电子的了 这是宝藏底座呀 小糖尝的还怪神秘 刚说不说 这哈密瓜味挺符合我胃口 中午大家 必须先用电饭包 蒸个小米饭 这个小箭蛋迷你哦 鸭子味的 压轴必须来一个丰盛的火锅 看着大龙虾 看着大煎蛋 看着酸明汁 不错不错 味道很辣 中午这是吃的宝宝的呀 晚餐来了 晚上下班回家的第一件事情 先开个灯 这个糖每一个颜色都是不同味的 还是跟他拿的软糖来 果味十足 这上班一天呢 不再给自己放松放松 谈了OK一下 三个花红一起唱 星星之河 在几个红榴袋 好运来 做一好运来 接着奏乐 接着我 真佩服我这个歌喉 这麦克风打开 又是一个隐藏款呢 想把这个灯泡安卧 那就得看我的嘴 啊 啊 大不大了 不 不 不辣一个吃不进去 我还是黑着灯睡觉吧 哈喽 姐妹们 我是你们的惠子姐姐 听说现在交换夏天很火 咱们今天就挑战一顿吃冰冰凉凉凉的食物吧 今天惠子姐姐会挑战连续喝三冠凉 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哈哈 啊 还要喝吗 哇真香啊 当当 姐妹们 这六宫阁冰冰凉凉的食物 让我安排的真的很有夏天的感觉 咱们先去一个巧克力沙冰 嗯 哇姐妹们 这个冰沙入口冰凉感十足 嗯 还有浓郁的巧克力风味 咱再来个自制西瓜搞豆 这可是老演员了 哇塞 黄黄的晶莹剔透 嗯 还是浓郁的西瓜口感 哇 好像小弟里没给我做西瓜子啊 这个冰椰子蛋我订了好久了 咱这也抱着啃吧姐妹们 嗯 哇 哇 哇 也 接下来咱先整一个海带马蹄口味 八宝粥 这个口味我很好奇 这是特意冰凉过的 嗯 好喝 真的有很多海带马蹄在里面 喝完瞬间酱火解暑 帮我浇拌了一整个夏天 好吃面好开胃 关键是它不会很甜 接下来咱们整个玉米粥 这配料表也很干净 都是些营养食材 嗯 真的有玉米南瓜 解渴 有粗纤维还健脾护眼 咱最后来喝紫薯粥 嗯 看到好多紫薯花药豆 好喝 嗯 浑香软弱啊 补起满满能量 帮助消化又补血 这三款太奇爸爸粥太奇妙了 我自己也要买一箱 八宝也可以点击下方链接购买 除了食材没任何添加剂 主料又营养了 我又在里面加了一些冰块 更清凉结合了 一起交换夏天吧 这妹妹清清凉凉食物吃的太过瘾了 你们还有什么清凉好物想让我挑战吗 快来留言告诉我